另外美国现任总统拜登 也刚刚在白宫发表了 极具意义的电视讲话 这是他宣布放弃竞选之后的 首次对外演讲 他形容虽然自己有能力 也有斗志要继续的领导美国 领导世界 但是没有什么比守护民主 来得更重要 拜登也说美国必须要在 希望跟仇恨之间来做出抉择 因此他必须要让民主党团结 来捍卫民主 他也强调会继续的支援乌克兰 同时致力结束袈裟战火 拜登也再次替贺锦丽来背书 他形容贺锦丽有经验 刻苦耐劳又能干 那如今是时候让位给年轻人 高龄81岁的拜登 因为辩论表现糟糕 健康状况受到关注 而面对了极大的退选压力 他早前确诊新冠肺炎期间 透过文告宣布退选 Sudежде чем连结股 泄称 犹真的 太孔宇 然后 ω 这个 这 下 old